列車另外是未來的苦逝 列車的結構、設計力量、兩體設計和傳統車輪都有很多的改變 為了讓在先進地位車輪的技術 反映給各項級汽車科的老師 經過科技大學基盤、高雄部實作中有建築 跟人材、保有各位選擇發表會 跟技術交流選擇發表會 搖車各項級跟搖駕駛作回來交流 電腦不只是要的要更偷刀 要更要的要自己開車 而且要吃油只要擦電就在當走 這就是未來車輪的苦逝、電動車 經過科技大學為了要保有出油漬的地位車輪人材 向後有保來選出實作中有建築跟人材部分結合 來設立先進地位車輪、幾位車輪修好技術 先進車輪研發制作和先進地位車輪技術 經過科技大學強調表示 電動車是未來的苦逝 所以建國科技大學幾個月 都先進地位車輪的人材部分記者 在這裡蓋車以外 連電動機車也是部分的重點 我們這個工廠建設各位有看到的 一樓就是我們目前建設汽車修護 甲級跟乙級的合格考榨場地 那我們這些車輛有油電車 還有純電動車 那我們也跟廠商合作 留情廠商捐贈的這些大卡車、房車 都是比較先進的車輛 另外二樓我們是建設機車修護 以及合格的考照場地 然後也有電動機車 因為這是未來先進能源車輛的一個趨勢 建國科技大學校長表示 建國科技大學作為既致交友的雅拿 導致高六千萬來這裡車輛的時間長 沒錯就是要不用出優秀的人材 並且強化和產業連結的紀念 現在的車輛都在改變 那麼我們在四年前就看準這個方向 現在車輛都有動力轉為電力的動力 以前是引擎 那麼現在最近兩三年 大家就更顯著的看到電動車的發展 所以說我們這個判斷的方向 算是非常正確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四年前 就大筆的投入數千萬 大概有六七千萬的投入 整個設備 最近還獲得教育部的這個優質化 這個技職場域的這個提升 給我們補助了兩千多萬 所以說我們整個設備 可以說在我們中部是數一數二 那希望說 有這麼好的設備 有好的師資 能夠培育優秀的人才 來繼續在我們企業界 在產業界來繼續發展 林甘地匯目前應用在車輛 三個發展的環圍是真正 對主動加速、高設計 才能夠生產作則 根據科技大學將先進車輛 建法製作 拖入地匯車輛技術 好比想未來有先進地匯車輛的 電腦精端 減收加速的能力 想為台灣蓄車界的最好的人材 新中華新聞 北方林中華 蔡宏博德 巴黎 盤 盤 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